蜀汉兴建六年 诸葛亮北伐的第一个年头 姜维收到了一封来自母亲的归劝信 一方面是梁师亦有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一方面是家中孤苦的老母归劝 辗转反侧多日后 姜维用尽全部力气提笔写下了回信 梁田白请不在义母 但有远至不在当归也 但有远至不在当归 为了自己的报复 姜维终究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梁州故土 从那之后天水少了个姜伯约 而诸葛亮意外收获了北伐以来最大的回报 和蜀汉最后的守护者 一天水麒麟儿远至不当归 姜维自伯约出生在天水郡纪县 父亲姜炯做过郡礼的工曹 当年羌人叛乱 姜炯挺身而出 为保护天水湘民而死 因此姜维受父亲的恩泽 小小年纪就做了中郎 开始管理天水郡事务 少年姜维与老母相依为命 喜好正玄经学 早早就入世曹魏 其人善文刚义 有乃富之风 是天水郡出了名的文武全才 罗冠忠在三国隐义中 用文能提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形容姜维的才干 此虽非实实 但也基本属实 诸葛亮见到姜维时 对其才干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评价 一 姜维思虑精密 能想到常人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鲸鱼食物 是个做实事的人 二 姜维心怀胆识 而又才知过人 用兵一道天赋极高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虚仙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此人心存汉事 而才奸于人 必教君士 当前一官 觐见主上 一个初来乍到的梁州降将 一出手就是五六千虎步兵 这就是诸葛亮对姜维看好的程度 此外 诸葛亮对姜维的个人评价是 此人心存汉事 而且才华出众 精通军旅谋略 应该让他入宫 面见陛下 就这样 梁州上市姜维 归降不久后 就与流禅 有了第一次见面 但诸葛亮不知道的是 他没有看错姜维 却没有看懂流禅 忠于汉事的姜维 将蜀汉灭亡近百年后 绽放出了自己的光彩 二 兴落武藏元 博曰伐中元 践兴十二年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病逝在了武藏元 他临终的一命是 魏延江维断后 北伐大军 由杨仪率领 徐徐退回川属 魏延不服杨仪 为马超之地马带所杀 刘备时代残存的名将 自此全部殉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 姜维就能在蜀汉政权中 展露头角 在姜维面前 还有两个北伐的障碍 一个是姜维 一个是费乙 如果说诸葛亮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那一定是曹魏无事 北伐难以成功 但诸葛亮死后不久 高平临之变 淮南三叛相继爆发 曹魏政权动荡之际 继任者姜维 费乙全部选择了修养生息 而不是瑞义北伐 见曹魏叛乱贫发的姜维 多次要求率军北伐 却被费押制 最多不过统军万人 一转眼 丞相病故已有十九年之久 北伐事业依然无功而返 甚至连当年的天水麒麟儿 在经历诸葛亮北伐 于十九年休养生息的岁月后 也成了五十三岁高龄的垂暮之人 一个梁州的降降 外无同僚心腹之臣 内无相依为生之亲 怀揣着最强烈的北伐之质 忍受着满朝重臣的排挤 江博曰心中的苦楚 当奈己何 十六年春 以族夏维率数万人出十营 京董廷为南安 江维这种困顿于异国他乡的局面 一直持续到公元二五三年 一场意外的刺杀案 成就了江博曰的北伐 费已被刺杀身亡后 江维第一次有机会率领数万大军 北伐围攻南安城 最终良静而还 但此后两年 江维连续取得了最逃位 北伐空前的胜利 公元二五四年 江维再次率军 自拢右北伐 魏国敌道长李简投降 魏将徐志率军来源 又被江维阵前斩首 打得魏国援军惨败 接着江维率领得胜之师 一连攻克河坚 敌道临挑三成 并将其民众从容迁回属地 后十八年 赋予车记将军夏侯坝等 大破为雍州刺史 王精于挑戏 惊重死者数万人 公元二五五年 江维与夏侯坝再出敌道 大败曹魏雍州刺史王精 三国志明确记载 王精不重 死者数万人 江维一战封神 几乎打穿了曹魏在关中 拢右的整个布局 江维也凭借此战的优异表现 禁卫蜀汉大将军 达到人生最高峰 但同为军事奇才的邓爱出场 再加上曹魏强横的综合实力 江维彻底陷入了北伐泥潭 先是胡迹师曰 邓爱大败江维于断股 后是黄浩专权于内 江伯曰 避难踏中 六十岁高龄的天水秦灵儿 反倒成了蜀汉政权北伐的最后希望 有人说 江维北伐需好蜀汉国力 但蜀汉的北伐 何尝又不是一种矛盾的转移 自诸葛亮时代喜 北伐就是缓和荆州士族派 与一州地方派的梁芳 总领军政大权 蜀汉政权缔造者之一的诸葛武侯 都无法调和的矛盾 交给一个梁州降将 与政务毫无关系的江维 又该如何处理 蜀汉后期的大将军是江维 但主政职人可不是江伯约 这就是江维与诸葛亮最大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皇后还是诸葛瞻 都排挤领军大将江维 这种来自内部的压力 是荆州派领袖 总领军政大权的诸葛亮 都没有承受过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江维北伐的难度 比起诸葛亮北伐 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斩杀魏将徐志 歼灭王精数万大军的战绩 比起诸葛亮 却也毫不迅速 但从军事才华来说 梁州上市江伯约 不亚于其伯乐诸葛亮 至于政治才华 江维并无施展之机 三 将军阵前君先降 伯约遗书 应相言 公元263年 也就是江维屯田踏中的第二年 邓爱中会双双入川 拉开了灭蜀之战的序幕 江维早早上书刘禅 请求派张义 料化进驻杨平关 但皇后相信鬼神 告诉刘禅不用担心 之时蜀金错失战机 邓爱奔袭踏中 击败江维屯田大军 但江维反手又虚晃一枪 绕过诸葛去围堵 成功围住了剑阁 终会旨意十多万大军 日月猛攻剑阁而不能克 粮草耗尽将要退兵之际 远在成都后方的刘禅 却先一步投降了 偷渡殷平的邓爱 而后一旨诏书 劝江维投降 将军阵前军衔降 那一日江维累撒剑阁 无数北伐将士 拔出配刀砍石 悲痛之声 响彻天际 寻备后主设令 乃投阁放甲 指挥于配军前 将士微怒 拔刀砍石 沧海桑田须遇间 谈指间 蜀汉已亡八十年 当东晋的孙盛 追随桓文法署 在至成都查阅点击时 看守点击的老者 抓住他的手 激动地说道 大将军没有投降 大将军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复国啊 而后老人打开书柜 取出一封暗黄色的书信 交到了孙盛手中 秘书与后主约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 陈御使社稷 为而复安 日月有而复明 三国志 陪松之助 愿陛下忍受数日取辱 陈将为 定要让社稷 转为为安 日月有而复明 望着那泛黄的子稷 孙盛彻底被震撼了 蜀国灭亡已有八十年之久 吴国亡了 甚至连西晋都亡了 将为的遗书 依旧字字闪耀 出的天水降降 成了蜀汉最后的守护者 兵马没了 君王降了 百官都臣服了 他哄骗着中会也要复国 最后邓爱死了 中会也死了 乱兵挖出江维内脏 只见其胆大如头 正如诸葛亮初见江维时所说 此人心怀汉事 才华谋猎过人 应当送去面剑陛下 直至流禅投降 蜀汉灭亡数月之后 江维仍在谋划复国 诸葛亮没有看错江伯约 却唯独忽略了流禅的投降 前有诸葛亮鞠躬尽碎 兴落武藏元 后有江维胆大如斗 一记出三贤 蜀汉虽亡 昭昭齐历 国无内乱 带有名臣 天使不在 博约授手 百年遗书 日月幽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